Hello 大家好 腐竹平常我们都喜欢吃 腐竹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多吃腐竹对咱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 可是我们在泡腐竹的时候 有的人直接用凉水来泡 有的人用热水来泡 其实这两个方法都是错误的 泡出来的腐竹呢 又硬 而且呢营养也流失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泡腐竹的方法 只需三分钟 就能把腐竹泡出的 没有硬心方法 还非常的快速 又省时间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咱们把腐竹 先让它掰成一段一段的 大小呢 三厘米左右就可以 我们把折好的腐竹 给它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呢 我们在腐竹里面 给它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再加入些凉水 然后再加入些开水 凉水和开水的比例是一比一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勺的白醋 然后我们用筷子把它们搅拌一下 加入食盐呢 能很好地让腐竹呢 吸足水分 加入白醋呢 能软化腐竹 快速地把腐竹给它泡发 搅拌好以后呢 我们在上面给它控上一个碗 这样呢 能让我们的腐竹 全部浸泡在水中 就这样 我们把腐竹 在碗中 给它浸泡三分钟 咱们的腐竹 一会儿看一下效果 经过三分钟的时间 咱们拿到上面的碗 把腐竹我们给它捞出来 咱们看一下 咱们泡的腐竹怎么样 看腐竹没有一点的硬心 而且呢 这样泡足的腐竹啊 营养不会流失 泡足的腐竹分成了弄 今天这个泡腐竹的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超级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的 就收藏起来吧 说不定哪天在家就用到了 在这里呢 麻烦大家用您发财销售 在这里帮忙给它转发收藏 让更多的人 也能看见这个泡腐竹的好方法 在这里谢谢你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